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霍氏灭族之祸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重读这段历史会得到哪些启示呢 复旦大学江鹏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江鹏品读资质通现第二部第七集 霍氏失败的教训敬请关注 汉宣帝和苍翼王刘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都是由霍光扶植上台的 但是这两个人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刘鹤这边还没有把这个位置给坐暖呢 就被霍光给轰下来了 而汉宣帝他不仅把这个位置给坐稳了 到最后啊还把霍家整个给端了 所以啊能迎人有策略 这是汉宣帝大大不同于刘鹤的地方 我们之前讲刘鹤脚跟还没站稳呢 就开始用自己的亲信去挤压长安啊 这个旧官僚集团当中的成员 不仅没有掌握好这个改革的节奏 而且啊也使得很多旧官僚集团当中的成员 抱团的去支持霍光 导致自己最终被废 这个汉宣帝一上来这个动作就不一样 资质通鉴叙述汉宣帝上台以后 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嘉奖以霍光为首的 扶植他上台的这批工程 这个资质通鉴里面啊 他这么说的 这个十亿啊 比如说这里讲到的这个霍光啊 最后啊 他的这个十亿是两万户 这个汉宣帝给他增加了一万七千户 变成两万户 这个十亿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两万户人家每年的租税 他就是霍光的收入 两万户人家交的租税是霍光一年的收入 这个收入当然是非常高的了 但是史书的这个写法啊 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他有点冷幽默的意思 他说汉宣帝给霍光增加了一万七千户十亿以后 霍光的十亿变成两万户了 那大家把这两个数字减一减 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在汉宣帝上台之前 霍光的十亿只有三千户 大家看看霍光执政十多年 从汉朝帝登基以后 他就开始执政 作为首席辅政大臣 执政了十多年 他的实义也就是三千多户 汉宣帝一上来就给他一万七千户 凑成两万 这个是非常大方的 对吧 这个赏赐是非常丰厚的 然后除了霍光之外 其他以前已经封了侯的 然后呢增加这个十亿的 有十个人 没有封侯 而通过这一次 经历了这次事件以后 封侯的是五个人 然后呢 还没有到封侯的资格 暂时先刺绝为官内侯的是八个 这个官内侯啊 就比正式的这个侯低一个级别 官内侯再往上走一级 就是正式的侯了 所以这么加起来 加上霍光连霍光在内 汉宣帝上台以后 所奖赏的这个功臣 一共是二十四个人 然后你看这一下子就把 跟旧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给理顺了 把这个关系理顺以后 更有利于巩固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位置巩固以后 才有可能有所作为啊 对吧 汉宣帝是非常聪明的 那么我们要说霍光 霍光这个人啊 虽然齐家无方 咱们上一讲里面 谈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你说霍光他是一个大奸大诈的这么一个恶人吧 他倒也算不上 算不上是一个非常蛮横狡诈的大奸大恶之徒 霍光废昌一网 那是迫在眉睫的政治斗争 没有办法 所以霍光横下心来把这个事情给做了 但是大臣废皇帝啊 那是亘古未有的逆向行使 对吧 用咱们今天的这个交通法则里面的话讲 这叫逆向行使 哪有大臣废皇帝的事情啊 开天辟地以来 霍光是第一个 所以霍光也从此以后 落下一个心计的毛病 就是时不时的感觉到非常心慌 心跳的厉害 这个毛病就是废昌一网那天落下的 其实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废昌一网的当天 霍光也是高度紧张的 才会落下这个毛病 然后等到汉宣帝继位以后 这个霍光他说不知道是出于自我反省 自我迁退呢 还是想试探一下这个汉宣帝 不知是哪个原因 总之汉宣帝继位以后 霍光就表示要归正给汉宣帝 自己不执政了 然后呢 这个汉宣帝 他却表示千浪不受 说这个当不起 还是希望霍光能够继续执掌政权 汉宣帝为什么要这么做 关于他这个心态 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史书上没有直接的描绘 但是有一个间接的解释 这个间接的解释是怎么讲的呢 自昭帝时光子渝及兄孙云 皆为忠郎将 云帝山奉车都位 世中礼服月宾 光两女婿为东西宫位位 昆帝朱婿外孙皆奉朝秦 为诸朝大夫齐都位几世中 党亲连体更聚于朝廷 即昌义王费光权益众 就是说霍光执政十余年 霍家子弟固立遍布朝廷要路 各个重要岗位上面都有霍家人 树大更生难以撼动 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 更要命的是霍家子弟 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重要的军事领导岗位上面 有人掌握着重要的军事领导权 手握兵权 然后在废除昌义王刘鹤之后 霍光的权威更加是不容置疑 面对这样的霍光 汉宣帝也只能是须及脸龙 理下之以胜 作为皇帝 汉宣帝非常受敛 非常克制自己 然后反而是对作为大臣的霍光 非常的恭敬 难道汉宣帝对于霍光的这种恭敬 他是出于诚心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问题 从表面上来看 直到霍光去世为止 汉宣帝对于这个霍光 这位辅政大臣 一直是恭敬有加 到公元前68年的时候 霍光去世了 汉宣帝不仅亲自出席霍光的上礼 而且赐给霍家的这个上葬用品 全都是按照皇帝的规格来的 皇帝用什么 霍光也用什么 这是汉宣帝亲自下旨 赐予的 这当然是无以复加的厚礼 无以复加的这个礼遇 一个方面 汉宣帝对于霍光是非常感恩的 因为是霍光把他扶植到皇位上去 而且大家要知道 我们之前已经交代过 汉宣帝在成为皇帝之前 虽然他是汉武帝的曾孙 但是已经和一个庶人没有区别了 从民间把他找过来 把他扶植上皇位 一下子就平步青云 上于九天之上 这是霍光对他的功劳 对他的恩德 对于这一点 汉宣帝是非常感恩戴德的 而且对于霍光 对大汉帝国所做出的贡献 汉宣帝也是非常认可的 所以后来汉宣帝 在麒麟格画功成像的时候 汉宣帝还是把霍光列为第一个 大家要知道这个时候 麒麟格画功成像的时候 已经是汉宣帝把整个霍家给端掉以后 霍光死了以后 整个霍氏家族的子孙 由于不逊 自遭霍败 汉宣帝把整个霍家给端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麒麟格画功成像 汉宣帝还是让霍光挂在第一个 而且这个画像下面 对于霍光不直乎其名 只称大司马大将军 伯禄侯姓霍氏 他的官职 他的爵位姓霍氏 不称呼他的名字 以表示尊重 这是一方面 说明汉宣帝对于霍光的尊重和认可 但是汉宣帝对于霍光的态度 还有微妙的另一面 汉宣帝对于霍光 他又是极为忌惮的 汉宣帝刚刚继位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 霍光陪着他一起去夜拜高庙 汉代的高庙 就是供奉汉高祖刘邦临位的地方 那当然是非常庄严树木的地方 后面新上任的皇帝都要去拜祭自己的祖先 开国皇帝 霍光和汉宣帝趁同一辆车一起去拜夜高庙 然后你看两人在同一辆车上 汉宣帝就等于是近距离的在接触霍光 这个时候汉宣帝心里什么感觉 史书上说 上昧言淡之 若有芒刺在背 汉宣帝跟霍光近距离接触的感觉 居然是芒刺在背的感觉 因为什么 不仅仅是因为霍光这个人不苟言笑 看上去非常的严肃 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还因为什么 还因为当时这个昌义王刚刚被废不久 霍光刚废这个昌义王不久 对于这样一个有权势的大臣 这样的一个权臣 令汉宣帝感到害怕 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昌义王 很有可能就是汉宣帝 实时在思考的问题 所以碰到这个霍光 一见到霍光近距离接触 就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 等到霍光去世以后 霍光去世以后 陪同汉宣帝去拜业高庙 或者是参加其他重要的场合 跟他蹭同一辆车的 不是霍光了 霍光去世了 换成另外一个叫张安氏的大臣 那么这个张安氏 这个官位这个品级也非常高 有资格陪皇帝称同一辆车 当然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 但是也仅仅是这个级别高而已 对于张安氏来说 张安氏没有那么大的权势 在朝廷上面 没有这么复杂的人际网络 再加上张安氏 这个人带人节物 表面上面子上面是非常和蔼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人在边上的时候 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汉宣帝他就不是那种盲刺在背的感觉了 而是怎么样 能够从容四里 胜安静焉 换成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叫毫无压力 张安氏在身边毫无压力 这两个现象大家对比一下 霍光在的时候 汉宣帝盲刺在背 张安氏在的时候 汉宣帝毫无压力 这个对比下来 大家就能够察觉到 这个汉宣帝内心深处 对于这个霍光有多忌惮 有多害怕 有多么畏惧 所以民间流传一句话 民间这句话很有意思 他说霍氏之霍蒙于参秤 这是整个霍氏家族赋孽以后 败亡以后 民间传言所总结的 说霍氏家族的灭亡 在霍光陪汉宣帝乘坐同一辆车的时候 这个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忌惮 因为害怕 所以等到霍光一去世 汉宣帝就把整个家族全部给端掉了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猜测 未必是事实 但是从这个猜测里面 也反映出 大家都觉得汉宣帝这么忌惮霍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们说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缺点 都会有一些问题 会有谁是没有缺点 没有问题的呢 对不对 所以有问题本身它不是问题 关键是看你如何面对 如何对待 如何去改善这些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有问题 这才是真的问题 那么霍光对于自己这个权势太强盛 因为自己权势太强盛 而引起的这些负面影响 他自己有没有认识 也就是说霍光有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问题 看样子霍光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 如果说他对于这个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 那么他就应该感觉到 应该察觉到 皇帝对他的这种忌讳 皇帝对他这种忌惮 皇帝内心当中在面对他的时候 内心的这种不安 也应该察觉到 其他这么多普通官员对他的羡慕嫉妒恨 如果说他有这种感觉的话 有这种意识的话 就至少的应该严格的去约束自己的家人 不能让他们这么娇恨跋扈 你看在这种情况下面 上横下纪 然后你还这么招摇跋扈 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所以从霍光自家 从霍光齐家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察觉到 霍光对于自己权势太圣这个问题 他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没有认识 没有反省 但是这个话又讲回来 在权位上的人 或者说是正在成功着的人 往往是缺乏这种忧患意识的 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了不起 自己非常成功 自己数大更生 没有人敢碰 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不止霍光一个 以前有 现在有 将来还会有 所以这个中国古人 其实很多该讲的道理 古人都已经讲透了 有一句古训叫做 一人三吃 怨起在民 不见是图 一个有地位有权势的人 如果你多次犯错误 或者多种错误叠加在一起 遭受别人的记恨 那这种记恨 别人对你的记恨 因为你在权位 你在位置上面 你手里有权力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表现在脸上 表面上还是对你恭恭敬敬 但是心里面是怎么想你的 这就很难说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时的霍氏家族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 当然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 很多家族都曾经处在这种状态下面 所以你看历来的史学家 对于霍光的这个评价 对于他缺少自我反省 对于他在权势太圣之后 缺少自我批判精神 对于这一点 当然也涉及到 他对于家人少于约束 没有原格约束他的这个家人 对于这些情况都是进行批判 给予批判的 比如说 汉书的作者班固 班固他在评价霍光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的 光为师宝 虽周公阿恒何以加止 然光不学无术 暗于大理 有一个成语不学无术 这个不学无术 这个成语的典故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首先班固对于霍光 他给汉朝汉帝国所做的这个贡献 是予以承认的 认为霍光作为一名辅政大臣 是非常优秀的 甚至把他比作中国古代最富有声誉的 这个辅政大臣周公 但是班固又指出 在这个处生历史上面 霍光连一些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得 不懂得自我迁退 不懂得约束家人 这是霍光失败的地方 把这个问题点得更透的 是知识通见的作者司马光 司马光说 霍光之府汉氏可谓忠义 然足不能弊其中 何也福 微福者仁君之弃也 仁臣值之久而不归 显不及已 而光九砖大饼 不知必去 多治私党 冲涩朝廷 此仁主旭奉于上 立民积怨于下 切齿侧目 待时而发 其得免于生 信以 旷子孙 以交尺 须之斋 司马光同样认为 霍光作为一名辅政大臣 他对于汉朝是忠心耿耿的 也是有贡献的 但是问题是 霍光他忘了 辅政大臣 辅政大臣 你毕竟是大臣啊 你不能代替君主 司马光说霍光的问题是什么 长期执政不知规避 长期手里把着这个大权啊 不肯放下来 当年汉朝帝年幼的时候 你执政是名正言顺的 这是汉武帝对你的托付 后来汉朝帝成年了 汉朝帝十八九岁 甚至超过二十岁了 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了 你还把着这个权力不放 不把这个政权还给皇帝 等到后来 汉宣帝继位的时候 已经是成年人了 你还是把权力把在手里 不还给皇帝 贪恋权势 长期的把持这个政权 不仅仅是这样 而且还要什么 在这个各个重要岗位上面 安插自己的人 霸占仕途 固结当狱 使得上智皇帝 下智百官立民 对他都有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不好好反省 而且还要放纵家人子弟 交纵不乏 那这样的一个家族 还有不负灭的道理吗 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霍氏家族的负灭 这一天一定是会到来的 虽然霍光死了 但是霍氏一族的实力 也是不容小觑的 霍光历经三朝 霍氏家族成员遍布朝野 树大根深 汉宣帝想要搬倒霍氏 谈何容易 可是我们也知道 汉宣帝最终被称为 汉代的中兴之主 甚至有史家说 汉宣帝同治时期 是汉朝武力最强盛 经济最繁荣的时候 他要成就一番伟业 必然要面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局面 那么汉宣帝究竟是如何产出霍氏的呢 曾经不可一世的霍氏 又是如何走向覆灭的呢 汉宣帝在伸展自己 削弱霍氏的过程当中 有两件事情最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是调整政治运作模式 第二是消夺霍氏的兵权 防乱于未盟 我们先谈政治调整 霍光在世的时候 手里拥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 因为他是辅政大臣 所以百官立民宙士 这个事情先得向霍光汇报 由霍光来决定 哪些事情告诉皇帝 哪些事情不告诉皇帝 所以其实皇帝知道什么 不知道什么 取决于霍光 那么这个当然造成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皇帝的信息来源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大臣权势做大 你比如霍光在这个位置上面 全是就做大了 那么这样一来 至少对霍光不利的奏章 批评霍光 讲霍光不好的这个奏章 这个信息就到不了皇帝那 这就造成我们中国古代政治当中 常用的一个术语 叫做拥蔽 就是我刚才讲的皇帝的信息来源过于单一 使得皇帝其实无法掌握全局 那么好在什么 好在这个霍光他是没有野心的 他没有想要取代皇帝 想这个篡位这样的野心 所以这样的这个事 这样的一种运作模式 仅仅是养成一个权臣 养成像霍光这样的权臣 还没有危及到皇帝的本人 以及这个朝廷 但是这样的运作模式 显然是有问题的 如果换成一个有野心的人 在霍光这个位置上面 皇帝和朝廷很有可能就要危险了 对吧 霍光去世以后 那么显然纠正这个政治运作模式的 最佳机会就出现了 但是霍氏家族的人 他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权势 想继续的继承霍光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位置给把持住 通过这样的手段 维持保持自己的特权 那么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 就事所难免 一定会发生 大家还记得像霍氏家奴 磕头赔罪的御史大夫未相吗 这个人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 这个出场的时间点找得非常好 这个人在后来 汉宣帝铲除整个霍氏家族的过程当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卫相就向汉宣帝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卫相说 鉴于以前这个皇帝的信息源太单一了 为了防止这种拥蔽的现象 卫相就建议 说以后凡是百官或者说是利民 有事情要向皇帝汇报 这个受章应该可以直接送到皇帝这里 皇帝可以直接撇开这个霍氏家人 或是族人去接见百官 去接见利民 去处理这个外庭的事物 而且这个卫相提这个建议的时候 非常有策略 他不是自己辟颠辟颠地跑到汉宣帝那儿 去讲这个事情 不是 是通过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 谁呀 汉宣帝的老藏人徐广汉 也就是原来被霍县毒死的那个许皇后的父亲 因为他是汉宣帝老藏人 所以他平时有一些机会可以接触到汉宣帝 这种接触 这种亲戚温序之间的接触 是这个霍氏家族的人无法掌控的 而且万一要说汉宣帝不同意这个建议 因为是老藏人讲的 所以卫相这儿呢 他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不至于一上去就僵了 这个事情 从这个细节来看 大家就可以知道 卫相这是一个极其有臣服的人 没有臣服的人 也不会像霍氏家奴磕头赔罪 对吧 这个跟当年韩信的胯下之路好有一比 霍家是碰到对手了 结果徐广汉这么跟汉宣帝一说 汉宣帝对这个建议非常赞同 马上采纳 而且卫相从此就成为 汉宣帝身边一个重要的智囊 重要的参谋 就在霍光去世的次年 汉宣帝就任命卫相为丞相 成为新一任的百官领袖 所以你看 这时候的霍氏家族 失去了霍光这棵大树 这个大靠山没有了 然后呢 自己还不知道检点约束 而现在面临什么 现在面临来自于皇帝和百官的双重挑战 皇帝要挑战他们 皇帝要通过打击他们把大权抓回来 其他的大臣 比如说就像卫相这样的人 以卫相为代表的这个官僚集团 就像扳倒霍氏之后 自己取代他 霍氏家族这个时候面临着双重挑战 父辈受敌 可想而知悲剧即将上演 那么在霍光去世以后 试图顶替霍光 继续掌握这个上书机构 继续把持皇帝这个信息来源的人 是谁呢 是霍光的一个子孙 是霍去病的孙子 我们之前讲过霍去病去世的比较早 他的子孙是依附霍光的 那么其中有个叫霍三的 霍去病的这个孙子当中的一个 在把持这个上书机构 是上书机构的负责人 如果按照以前的这个政治运作模式呢 所有要交给皇帝的奏章 向皇帝汇报的事情要先到霍三那儿 但是由于未向了这个主意 这个上书机构被架空了 也就是说霍氏家族 他这个权势啊 就失去依靠了 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了 这是政治上的调整 除了政治上的调整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调整军事领导权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 霍光有很多家族成员 很多门生故隶 遍布在重要的这个军事领导岗位上吗 汉宣帝在这个卫生的建议下面啊 让我们刚才提到过的 比较温和的这个张安氏这个人 来顶替了霍光大将军这个位置 然后呢 霍光的儿子霍鱼 给予他大司马的职位 明义上看上去啊 大将军大司马 他们是平级的 你比如说在汉武帝的时候 魏清是大将军 霍去兵是大司马 这个两个名将啊 他在级别上是平级的 但是啊 事实上 汉宣帝把霍鱼的这个待遇降低了很多 比如说 他让这个霍鱼啊 冠小冠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戴小一号的帽子 虽然你跟你爸爸一样都是大司马 但是你戴着这颗帽子啊 比你爸爸要小一号 这个非常搞笑 戴小一号的帽子 这个呢 还是形式上的 更加关键的是什么 更加关键的是不允许 霍鱼点兵 剥夺了霍鱼的这个军事指挥权 然后啊 这个霍光的女婿 子女婿 外甥女婿 孙女婿 所有的啊 在这个军事岗位上的 手握兵权的这些人 统统被汉宣帝调离岗位 要么是调到外地去做地方长官 要么是调到文职部门 总之所有掌握兵权的霍氏一党 都被汉宣帝从这些岗位上面 清理出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啊 就是当年这个许皇后居死的谜案 霍光在的时候 这个事情没有查下去吗 就在这个时候啊 民间啊 纷纷有传言 说许皇后是被毒死的 而且背后的祖谋很有可能就是霍家 民间开始传这样的话 那么由于这个汉宣帝啊 这个他的信息来源也广了嘛 这个信息啊 也逐步逐步传到汉宣帝这儿 史书上 谈到汉宣帝对霍氏家族的看法 有这么一句话 帝自在民间 闻之霍氏 尊圣日久 内不能善 汉宣帝在民间的时候 就知道霍氏家族过于强盛 然后心里面对这个事情是很有看法的 但是大家仔细体会一下 内不能善 这几个字啊 是非常微妙的 用得非常妙 什么叫做内不能善 内不能善 就是心里面很有想法 但是不在脸上表现出来 我们之所以说 汉宣帝这个人有智慧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表现 有智慧有策略 在汉宣帝继位以后 尽管他在做皇帝之前 在民间的时候 就对霍家很有看法 但是他做了皇帝以后 当他直接面对霍光的时候 这样的一种想法 从来没有表露出来过 丝毫没有表露 反而是对霍光 你看从头到尾的公敬有加 那么这个期间发生了 许皇后被毒杀 这样一个案件 由于霍光的阻挠 霍光的干预 这个事情没有得到彻查 但是汉宣帝这么聪明的人 你说他会一点怀疑都没有吗 对这个事情背后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我想不会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这其实也是体现出 汉宣帝这个人 这个隐忍的功夫实在了得 我们常说 只是包不住火的 霍氏一族倚藏自己的权势 肆意做着伤天害理 草菅人命的事情 终有一天会曝光的 汉宣帝的一系列举动 可以说给了霍氏重重的一击 可是霍氏一族 不仅没有吸取教训 改过自新 反而干出了一件 更加不可思议 无法挽回的事情 让霍氏一族遭到了灭顶之灾 那么霍光去世以后的 这个霍氏家族 应了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 一个网络用语 叫做不捉不死 对吧 在实权受到削弱之后 然后又无可奈何 他们不能跟霍光比 在能力上 在威望上都不能跟霍光比 这个实权受到汉宣帝 一步一步的削弱 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 他们这个家族里面 也出现一种紧张感 而正在这种时候 许皇后被毒害的消息 在民间广泛流传出来以后 其实这个事情 一开始是非常隐秘的 连霍氏家族当中 很多重要的男性成员 比如说霍光的儿子霍鱼 霍光的两个侄孙 霍云跟霍酸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听到这个风声之后 这个霍鱼啊 霍山啊霍云啊 就跑去找这个霍显制证 霍显这个时候 也知道这个事情不说不行了 才把当年这样的一个密室 向霍鱼这些人河畔托书 说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情 许皇后是我指使人毒害的 那么这就更加加重了霍氏家人的 这种焦虑感 霍鱼这些人就开始埋怨霍选 说 如是何不早告于等 县官离散 士族诸絮 用事故也 此大事 诸法不小 奈何 汉代的这个古文当中啊 县官啊 这个词 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县长县令 不是 不是一回事情 这个县官 往往指的是皇帝本人 或者是朝廷 或者是中央朝廷 霍鱼他说 这个事情怎么早不告诉我们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看 现在汉宣帝 现在这个皇帝 为什么 把我们家的这些女婿 掌握的兵权的女婿 一个一个的赶出去啊 恐怕汉宣帝对这个事情 已经有感觉了 恐怕是对我们要下手了 这个锅盖 如果被揭开的话 那可不得了啊 霍氏家族的命运 这个灭顶之灾就要到来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 你看整个霍氏家族 这些成员 平时都缺乏这个修身修养的功夫 在面临这样一种危局的时候 想出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对策 什么对策啊 谋反 他们计划让这个上官皇太后 就是我们讲的汉宣帝的这个遗孀 也是霍光和霍显的外孙女 让上官皇太后出面 摆一个酒席 宴请谁呢 宴请丞相 为相宴请汉宣帝的老丈人徐广汉 把他们请过来 然后由霍光的两个女婿 在席间暗抚假兵 称其不备 把这两个人当席 当场给斩杀了 然后发动宫廷政变 废除汉宣帝 立霍鱼为天子 这样的一个计划 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但是就在商议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 这件事情就已经被汉宣帝的人侦查到了 所以汉宣帝卸下手为强 立即下令逮捕霍氏家族重要成员 霍氏族人担心的这一刻 灭顶之灾终于降临了 在汉宣帝这个命令大达以后 霍云霍山以及霍光的一个女婿 在汉宣帝派来逮捕他们这个人 抓到他们之前就先自杀了 然后霍鱼霍贤 很多霍氏家族的人都被逮捕 经过审讯判决 霍光的儿子霍鱼被判腰斩之行 拦腰斩断 霍贤也就是霍光的太太霍太 和霍光的几个女儿 以及其他的一些兄弟子侄 都被判弃势之行 就砍脑袋 就在这个闹事当中砍脑袋 表示和所有的人一起唾弃你 杀了好多人 受他们家连累的也有几十家 那么整个霍氏家族就剩下 最后剩下一个霍皇后 虽然当时没有被杀 那么当然她这个皇后的身份是被废了 用咱们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话讲 算是被打入人工了 然后12年以后 这位霍成军霍皇后也在郁郁寡欢当中自杀了 你看当初这个霍显啊 是为了想让这个霍成军长想富贵 帮她抢夺了这个皇后的位置 这恰恰是什么 恰恰是害了她 然后我们想一想 对于整个霍氏家族的这个结局 霍光难道不需要负责任吗 你看霍光 在她位高权重之际 不知道迁退避浪 反而素质党羽 引发皇帝和大臣们的不满 这是什么 这是慈身无数 蒙帝兴旺 不懂得约束家人 放纵他们 娇奢不乏 娇奢盈义 这是什么 这是齐家无方 更有胜者 毒害皇后这么重大的事情 这么大是大非的事情上面 霍光居然只手遮天 包庇罪恶 所以我们说 这个霍光对于霍氏家族的负面 他应该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 讲到底还是颁布批评霍光的八个字 不学无术 暗语大理 当然我们说 人在官场难免会面临种种的诱惑 种种的挑战 你想不争不斗 甜蛋寡欲 谈何容易 然后你身处高位 权势也难免被你身边的人 被你亲近的人利用 你真要做到一干二净 什么错误都不犯 这又谈何容易 但是在历史上 并不是绝找不到这样的人 这就需要什么 这就需要持生有树 齐家有方 人在官场 如何持生 身处高位 如何齐家 那么这个下一讲 我们就挑两个和霍光同时代的人 作为一个正面练习 来进行练习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开启来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